美国总统川普兑现竞选承诺 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引发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门前示威 美国民主党人指责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 在宣布回避后 却自行展开涉额调查 美国一位资深国会议员 敦促川普政府与非洲保持接触 不仅要提供援助 还要提高美国在非洲的利益 中国时间6月2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川普总统刚刚宣布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他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 也详细阐述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 有关详情 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 好的评章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下午在白宫宣布了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他表示 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不利 但是对其他国家有注意 这个协定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 工资降低 工厂关闭 以及经济生产量大幅下降等结果 那川普他表示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但是会开始谈判 重新参与巴黎协定 或是加入一个全新的机制 协定条款必须对美国有利 对美国企业 美国工人 美国人民和纳税人有利 美国环保署长普鲁特 也在记者会上赞扬了川普的决定 川普的这项举措 除了引起环保人士的大罚之外 在共和党内部也掀起了许多波兰 国务卿蒂勒森 能源部长佩里和川普女儿 白宫顾问伊万卡川普等人 此前均表示 反对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认为川普应该调整 美国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 而不是完全退出这场协议 川普的首席策略师班农 和环保署长普鲁特等人 则主张退出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等22位参议员 此前联名致函川普 敦促他与巴黎协定彻底切割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 温室气体排放国 退出巴黎协定 可能会引起骨牌效应 中国和欧盟都重申了 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无论美国是否退出 中国将采取措施 来遏制气候变化 有分析指出 美国退出协议将使中国受益 中国将取代美国 成为未来能源方面的决策者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湘云 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那么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同时 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门外 呼吁总统做出有益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 那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在白宫门口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 做更多的报道 尼亚 好的 我现在就在白宫的门前 那么刚刚也就是今天下午三点左右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 在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同一时间 在我现在所在站的这个位置 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抗议的人群 我们从刚刚的视频也可以看出 他们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声势 那么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活动 是在昨天有白宫的相关人员能透露出今天的这则消息 以后华盛顿当地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名为350DC 他们是一个当地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公平和合理的气候和环境 造成一个更强势的运动所运作起来的 那么他们在短的时间内是在脸书上 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邀请 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三点已经有近千人响应 我们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多的人群 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由于刚刚是川普总统已经是宣布了 退出巴黎协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人群已经渐渐的散去 我们也是不难从他们的脸中看出一些些许非常失望的表情 主持人 决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消息爆出之后 那么持续到今天在美国的这个商界 可以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能不能就这个方面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您啊 是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在这则消息从昨天爆出之后 在美国的商业圈里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我们看到首先总之回应的是 美国苹果公司的CEO 提姆库克和美国特斯拉公司的CEO 伊朗马斯克 那么伊朗马斯克更是在 他的推特上表示 如果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 退出巴黎协议的话 那么他将离开白宫的 经济跟制造业的委员会 那么今天大概在十分钟之前 伊朗马斯克是对现在他的诺言 他在他的推特上发布 他将离开这个白宫的委员会 他也同时表示 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离开巴黎协议是对美国 和对世界都是很有害的事情 那么在昨天晚些时候 我们看到数个美国大型公司的CEO 他们联名向川普总统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那么在这封公开信中 他们都表示他们强烈的建议 川普总统不要离开巴黎气候协定 他们同时表示 巴黎气候协定是对美国的提高就业的数量 并且增加美国市场的份额 他对美国的商业是有提供了商业的机会 同时也造成了商业的风险 但是如果不离开巴黎协定 会帮助美国规避这样的风险 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明显是 没有听取这些大的CEO们的建议 那么具体从美国商业圈处的回应 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做后面的报道 主持人 好的 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 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川普总统刚刚宣布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 具体是怎么说的 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但会开始谈判 重新参与巴黎协定 或者是加入一个全新的机制 协定条款必须对美国有利 对美国企业 美国工人 美国人民和纳税人有利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星期四宣布对涉嫌与朝鲜导弹计划 有关的九家公司和三个个人 实施新的制裁 制裁措施将阻止包括两家俄罗斯公司 在内的个人和公司与美国人 开展业务 并冻结其在美国的任何资产 美国总统川普在加强制裁的同时 还派遣海军航母战斗群 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 作为警告 美国与韩国军队还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在另一方面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一再声称 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但是白宫星期四说 美国大使馆将留在特拉维夫 虽然他最终会迁往耶路撒冷 川普在总统竞选中多次表示 要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希望美国能够这样做 但是这个问题被卷入了 有关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分别建国的无休止的辩论中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 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 白宫星期四的声明中说 大多数外国驻外使馆以色列都在特拉维夫 那么川普有关不牵管的决定 不应被视为总统 在强烈支持以色列和美伊联盟方面 有任何的退缩 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他对川普的决定感到失望 不过内塔尼亚胡表示 希望美国大使馆最终迁往耶路撒冷 并赞赏了川普总统的友好表示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一些美国议员的助理抱怨说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 今年4月宣布回避 不在领导委员会调查 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美国大选 但他随后却自行展开了调查 这些议员助手说 努涅斯为与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磋商 就向中情局 联调局和国安局发出传唤 国会的消息来源说 努涅斯的传唤要求 这些情报机构提供奥巴马政府 两名高官和前中情局局长 要求得到川普竞选顾问名单的细节 美国情报部门在监听俄罗斯人通讯时 意外发现了川普竞选顾问中 有人与俄罗斯人联络 川普总统则借努涅斯发出传票之机 在推特上发文指责奥巴马政府有不当行为 中央情报局拒绝就传唤发表评论 那么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 也没有就此立即作出回应 好的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一位资深国会议员 敦促川普政府与非洲保持接触 特别是当饥荒 政治动乱和恐怖主义 影响到几个非洲国家的时候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指出 非洲的10亿消费者 是美国产品和项目的潜在市场 那么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迪亚洛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十大经济体中 有三个在非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还有两个非洲国家也接近于前十名 这使得美国在非洲的参与 比以往更为重要 与非洲的接触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不仅要解决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 而且要提高我们的经济利益 我们的政治利益 安全利益 现在不是退出来的时候 特别是在中国等国家 在非洲大量投资的时候 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合作 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热潮 简而言之 美国不能在一旁看着 美国国会在2016年通过了 电气化非洲法案 以推动非洲大陆的电力项目 国会还重新授权 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 以增加非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在非洲 美国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 肯定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机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毛利求斯 莱索托和斯维士兰等国家 都拥护这个法案 他们是美国相当强劲的出口市场 但是专家说 不管是与美国 中国 还是其他国家合作 非洲都必须注意保护自己 政府不是要找朋友 而是要寻找合作伙伴和盟友 来保护和促进他们的利益 非洲人坐在这里 说法国是我们的朋友 美国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等等 我担心作为一个大陆 我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乒乓球 塔玛拉说 川普政府需要新的语言 川普是个生意人 又是美国总统 那就让我们跟川普谈生意 看结果如何 让我们也跟中国来谈生意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否认 克里姆林宫曾经插手干预美国大选 普京星期四在圣彼得堡还表示 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是对俄罗斯的挑战 俄罗斯正在考虑如何回应 那么如何解读普京的这些说法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话 白话你好 你好你好 白话我们注意到普京是表示 俄罗斯的官方与黑客袭击 没有任何的联系 当然他也没有否认 可能会有一些爱国的俄罗斯人 参与了这件事情 但是他强调说 俄罗斯官方对此从未参与 也不会参与 俄罗斯更无法左右美国的选情 和影响美国选民投票 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普京这个话我觉得不应该相信 而且他说的也不是这个实话 我想先说一下 就是普京为什么想讲这些话 因为今天在圣比德堡 开幕了这个俄罗斯的 圣比德堡经济论坛 那么每年在论坛期间 普京都会同这个世界的 主要通讯社的这个领导人 主要是西方通讯社的领导人 这个见面对话 然后回答他们的提出的一些问题 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机制 来影响这个西方的这个舆论 那么今天呢 恰好是这个德新社 德新社的领导人提了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德国正在准备这个大选 9月份的大选 那么所以说德国特别关注呢 就是说俄罗斯的黑客袭击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 是否来影响这个德国大选 当然普京就是说了上边这些话 实际上要是对俄罗斯 有稍微这个了解或者是对普京本人 有了解的话呢 一般都会认为就是说 很多这个俄罗斯黑客呢 都同这个克里姆林工有关系 即使这些黑客呢 不在这个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的编制之内呢 也会被这个安全情报机构控制 比方说今天恰好是这个 有人说普京的今天恰好是这个普京的四人厨师 叫格里古人他的这个生日 那么呢他是一个亿万富翁 专门这个为克里米工举办各种这个宴会 另外呢他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工作呢 就是举办在俄罗斯呢 组织这个五毛的工厂 那么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发各种贴子 来这个影响这个舆论 甚至有这个活动社会活动人士呢 这个潜入到这个他的这个五毛工厂当中呢 来揭露这个黑幕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普京前一天去法国访问 那么法国新总统 他回答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这个发育主的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 这个记者问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竞选总部 不让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另外一个 对外训练机构就是卫星新闻网的这个记者登记 那么这个法国新总统他回答说 因为这两家媒体呢 不是这个真正的媒体 那么他们从事一些这个谎言 这个宣传活动进行诽谤 他说如果要是真正的媒体呢 其他俄罗斯的媒体 他的记者总部都已经这个给登记了 所以说这也可以看出 就是说俄罗斯呢 影响这个欧洲国家大选 影响这个美国的大选 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杀毒软件公司 叫这个Kaspiersky这个实验室 这个公司呢 在中国也有很大的生意 那么这个软件公司呢 他其实很多的领导人 甚至他的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 Kaspiersky呢 都是柯格勃的人 过去是柯格勃的特工 那么退役之后呢 开始办了这个公司 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呢 俄罗斯这个黑客袭击啊 这方面的跟这个情报安全机构的关系 是如此的密切 主持人 白话 我们知道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前 是招致了中国的激烈反对啊 那么普京今天的发言呢 应该是他本人首次的公开批评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我们也知道中俄两国目前是正在加紧准备 习近平七月出访额 这是否意味着两国将来会在 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 采取更多的联合行动呢 对这个问题是这个日本的 共同社的领导人他问的 因为萨德离这个日本禁在韩国部署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普京确实是第一次表态 普京说的这个是 萨德呢 是对俄罗斯的一种挑战 那么俄罗斯呢 绝不会这个袖手抛冠 俄罗斯会正在考虑如何回应 所以说确实非常有非常大的可能呢 习近平在下月初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 两国会有一些动作 另外呢 也还有很多迹象显示 两国正在进行维持 正在进行这个准备 那么在昨天还是前天 在莫斯科呢 刚刚举行了一个很大规模的 这个中俄关系的这个研讨会 那么呢 在研讨会上呢 俄罗斯美国研究所的这个 前所长 罗格夫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 很权威的这个美国问题 专家他就特别提到 就是说 那么中国的这个战略核武力量 同俄罗斯不同 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说 中国没有这个核威慑的这个能力 那么在第一波打击之后呢 中国的这个 没有还手的能力 剩下其余的这个零星的这个导弹呢 基本会被这个 沙德反导系统这个给拦截掉 那么呢 俄罗斯呢 也面临就是说 美国在东欧国家呢 部署这个反导系统 这么一个困境 俄罗斯也非常不满 他就提出说的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 应该两国这个联手 应该开始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如何来进一步回应 当然他的这个观点呢 在会议上 马上就是被这个美国 美国学者这个反驳 因为美国学者认为 就是说 美国并不是在这个遏制中国 许多这个导弹 并不是针对中国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呢 针对这个沙德反导系统呢 双方这个批评呢 很多都停留在这个口头上 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实质的行动 因为这个俄罗斯军方认为呢 沙德反导系统 其实对他们并不会构成 这个太大的威胁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 各种方面的合作 确实也是越来越密切 那么特别是军事领域 那么除了向中国出售 这个先进武器之外呢 两国去年呢 也是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呢 举行了这个有关这个反导 和防空这方面的这个 兵器推演 所以说呢 确实会有非常大的可能 两个会在这个领域呢 采取一些行动 好的 谢谢白话 在莫斯科带给我们的连线报道 有关俄罗斯的调查 仍旧是国会讨论的焦点 那么前联盟调查局局长科米 已经同意 下周将赴国会出席听证会 那么具体情况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记者李华 带我们掌握详细的情况 好 玉华 根据早上我们所收到的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声明 表示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已经同意将在下个星期四 也就是6月8号上午10点 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 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调查呢 来进行作证 我们还记得其实今年3月的时候 当时还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科米 也曾经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作证的时候 公开承认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 俄罗斯试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调查 那么在5月初的时候 我们也记得这个白宫是毫无预警的将科米给开除了 在当时呢是引发了这个美国政坛 还有社会一片化人 那么多家的美国媒体也随后报道 川普曾经向科米施压要求这个科米停止有关俄罗斯 干预美国去年总统大选的调查 对此呢科米已经表示 他同意将就一切相关的问题 回答议员有可能的提出的这个严厉的质问 那么预计呢这个议员也会将问到 有关科米遭到解释的这个一切的过程 那么科米遭到解释的消息呢 同时也引发了美国各界担心是否 总统川普试图阻挠有关莫斯科和川普团队之间 所有联系的这个调查 那么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科米在日前已经和这个司法部任命为 进行这个俄罗斯有关调查的独立检察官 穆勒私下进行了会面 也讨论了他在听证会上将谈到的哪些重点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众议院方面最近呢 也加快了有关俄罗斯相关的调查进度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 也就是昨天下午呢 是发出了七张的新的传票 那么其中的四张传票的收件人呢 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对象 是一致的 他们分别是前白宫国安顾问福林 以及一家和福林有关联的公司 那么还有川普长期以来合作的这个律师科恩 以及科恩所属的律师事务所 那么另外三张传票呢 则是向这个中央情报局 还有联邦调查局 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发出的 那么传票当中所提到的人 也包括了前奥巴马政府任内的官员 包括前国安顾问苏珊赖斯 以及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 和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说 这个传票呢发出的人呢 这三张传票发出的人 是由众燕情报委员会主席 努涅斯所发出的 那么可以想象说 这个俄罗斯有关的调查呢 在下个星期 当国会议员返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呢 将会是国会聚焦的重点 好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努涅斯 现在是已经宣布 规避这个有关的调查 然后却自行展开了调查 甚至发出传票 邀请这个证人出席作证 那么对此 这个其他的国会里的议员 对此有没有表达什么意见 是的 我们还记得其实这个努涅斯 这个中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呢 他曾经已经表示过 他将这个规避有关俄罗斯一切的调查 不过目前看得出来 似乎还在参与有关的 这个俄罗斯的这种调查的活动 甚至他还独立的发出了传票 那么根据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首席民主党人西夫议员呢 他的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事表示 这三张传票的发出呢 都和这个众议院的民主 众议院民主党人 没有任何的沟通或讨论 那么委员会的其他的这个同仁呢 也并不了解这个努涅斯 所发出传票的这个情况 那么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报道呢 其实在两个星期之前呢 努涅斯还曾经到这个 中央情报局CIA调阅了 有关俄罗斯相关的情报的记录 那么对此呢 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首席民主党人西夫呢 在接受MSNBC采访的时候 是直接的说努涅斯的做法 已经违反了规避的原则 那么他并没有做到 真的在回避所有的 有关调查的这种行为 那么他也呼吁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能够实施他的权利 来约束努涅斯的这个行为 那么有关情况呢 我们也会在下个星期 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好的 那我们感谢美国直言记者李华 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连线报道 美国一位资深国会议员 敦促川普政府与非洲保持接触 特别是当饥荒 政治动乱 和恐怖主义影响到 几个非洲国家的时候 2016年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 国家数量创历史新高 美国的和平状况 7年以来首次下滑 世界卫生大会刚刚闭幕 此次大会重点讨论了哪些议题 与网节相比有何不同 专家试点未能解析 专家试点未能解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VOA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兑现竞选承诺 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引发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门前示威 美国民主党人指责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努涅斯在宣布回避后 却自行展开设议调查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美国大学一年级女生 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左派的人数超过以往 调查还表明 美国大学里男女新生的政治距离也空前的大 这项研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 从1966年开始进行 研究对象是全美一些四年制大学的一年级学生 去年这项研究对184所大学的 将近1380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过去很多学生都会将自己定位为温和派 但是去年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 有41%的女生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和极左派 在这项超过了半个世纪的研究中 这是女生自认为立场偏左百分比最高的一次 相比之下只有29%的男生认为自己持有左派的立场 该调查还发现 过去从未出现过这么大的差异 这次有大约27%的男生和18%的女生 表示他们持偏右的立场 我们在2016年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国家数量 创历史新高 根据全球和平指数的最新数据 美国的和平状况是7年以来首次发生下滑 这份报告衡量了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水平 显示暴力事件在去年对世界经济 造成了14.3万亿美元的消耗 那么有关详情 我们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死去的人无以计数 暴力袭击 动荡 以及对政治体系的愤怒 在去年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在世界范围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其中也包括美国 全球和平指数称 这些冲突导致世界和平状况连续10年恶化 尽管2016年稍有改善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年度报告 衡量了冲突和安全水平 米歇尔·布雷斯劳尔通过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尽管全球的和平环境正在改善 我们已经看到了下滑的趋势 比如美国 中东和北非地区持续恶化 而且最和平国家和最动荡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程度正在提升 这意味着全球的和平环境 存在一个更大的缺口 布雷斯劳尔还提到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后 不断加剧的政治分化 涉井致命案件造成的紧张氛围 以及自杀和恐怖主义事件的增加 使得美国的和平环境有所恶化 美国的排名下降了11位 在163个国家中排名第114位 这确实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冲突正在加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美国社会更严重的政治分化 更频繁的抗议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对警察暴力的一个回应 所以更严重的政治分化 对评分有影响 这份报告显示 有23个国家的恐怖主义渗透程度 有历史性的提升 尽管法国布鲁塞尔和伦敦 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对欧洲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欧洲仍然评为最和平的地区 叙利亚连续第5年 被列为最动荡的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妻子米歇尔 决定在华盛顿定居至少是一段时间 他们的新家距离白宫很近 奥巴马夫妇最近花了810万美元 买下了一所豪宅 卖主是担任过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新闻秘书的 乔·洛克哈特 洛克哈特现在是 全国足球联合会的最高通讯官员 奥巴马的邻居 包括华盛顿新权力结构中的 一些显赫人物 比如川普的女儿 伊万卡川普和她的丈夫库什纳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住在附近 奥巴马1月离任以来 一直在首都租房住 他们的小女儿莎莎 目前在华盛顿的一所私立高中读书 还有两年才毕业 奥巴马的发言人说 鉴于奥巴马总统和夫人 至少将在华盛顿居住两年半以上 他们买房而不是继续租房 是有道理的 奥巴马还在芝加哥拥有一所房屋 那是美国第三大城市 也是奥巴马的政治基地 那么美国俄亥俄州 星期三公诉了五家处方药制造商 称他们利用欺骗行为 助推了阿片类药物成瘾流行 俄亥俄州司法部长迈克迪文说 这些制药商让开处方者相信 阿片不会上瘾 相信这种瘾可以被轻松戒掉 或者说戒瘾需要摄入更多阿片 迪文说 我们知道他们错了 但他们仍然会去这么做 俄亥俄州要求这些公司 停止歪曲这些药品的药性 并赔偿州政府 为过量阿片处方 以及由此导致的需要 为病人戒瘾和退款方面的花费 被告包括普渡制药远腾健康解决方案公司 阿勒根 蒂瓦制药 以及子公司色法龙 以及强生公司及其子公司 杨森制药 杨森制药公司发布声明称 这起诉讼毫无法律和事实根据 并称公司的行为一向适当且负责 普渡制药则表示 理解迪文对阿片危机的担忧 并表示愿与州政府合作 达成一项解决方案 从当初争取选票权 到2016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妇女挣扎过 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这段历史目前在纽约的 全国妇女名人堂进行展览 1969年 纽约的塞尼卡夫尔斯市的社区 建立了妇女名人堂 向美国妇女的成就致敬 为将来的世世代代保存这段历史 据博物馆的董事会共同主席 艾琳·哈特曼指出 每个候选人必须申请这份荣誉 过程相当严格 我们每隔一年表扬成就杰出的妇女 妇女名人堂表扬 曾为争取父权而奋斗的人 这也是塞尼卡夫尔斯市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把这里当作女权的发源地 这是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苏珊·安东尼 1872年在法庭所做的长议 当时她被罚款100美元 因为她在妇女尚未获准投票的时候 投下她的一票 艾琳·科林斯是1995年 第一个驾驶航天飞机 完成八天任务的妇女 第一个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也是名人堂的入选者 还有天文物理学家朱迪斯·皮福博士 她是最先用望远镜红外线 拍摄月球相片的几个人之一 皮福说 妇女已经取得很大成就 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知道在职位相同的男女之间 存在着薪资不平等 我们知道妇女有时被贬到较低的职位 女性担任公司最高领导 首席执行官或总裁的仍然不多 可以表扬的成就如此众多 名人堂的墙壁已过于拥挤 博物馆正在为一个新的 更大的地点而募款 美国之音阿赫桑 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报道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是于5月22日至31日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 本年度的示威大会 本次大会与网节相比有何不同 此外 台湾8年来首次无缘出席 世卫大会引发了外界诸多的质疑 那么在今天美国观察栏目中 我们就邀请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问题资深研究员 黄延忠教授 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连线 参与我们的节目 黄教授 您好 您好 好的 是的 那么在世卫大会举行期间 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描述 世卫大会是世卫组织最高的决策机构 那么在大会进行期间 会完成包括审批预算 以及任命总干事等一系列特定的议程 那么与网界的世卫大会相比 本届大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另外我们知道 本届大会选举出了新的总干事 那么这个世卫组织在此时换届 会对该组织产生什么样的 这个重要的影响 或者说为什么这次换届选举很重要呢 这次大会像刚才您说的 它是有一系列的议题 包括就是应对头发事件 执行国际卫生条例 还有药物 耐药性问题 还有集会问题 这些都是在世卫 七十届大会上的议题 但最主要的这一次的议题 是选举新一任的世卫总干事 这一次的选举呢 是在世卫的历史上 显得非常重要 因为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 我们看到世卫的 世界卫生组织它的作用 虽然就是还是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全球健康的领袖 但是呢它的在特别是在2014年 应对埃博拉危机中的表现 以及它所面临的金融危机 还有在这个世卫改革方面的一些举措 都表明了它是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呢 都留在了新一届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来处理 好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此次当选的 新任总干事 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 是曾经先后担任 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 那么他此次当选呢 也是世卫组织近70年的历史中 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 那么此次选举在这个程序上 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您对这个新当选的这位总干事 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 首先我们说这个 这次选举呢 跟往年的选举不一样 因为往年的选举是通过 有34个协位的世卫执委会 通过这种闭门的 精英化的这种形式的投票产生的 这样的话 你只要基本上搞定 这34个成员国中的多数国 基本上这个世界随时 下一届的世卫总干事就定了 这样就更有利于这个大国 来发挥它的影响力 那这一次呢 不同的就是说 所有的194个成员国 都一人通过一国一票的形式 参与投票 选举新的总干事 这样呢 就把原来的执委会的作用 就边缘化了 这样的话也就是使得这个选举呢 更加的民主透明 也更加的不利于腐败的自身 选举出来的这个新任的这个总干事 泰德罗斯呢 他像刚才您说的 他创造了一些的记录 他既是来自非洲的第一个世卫总干事 他也是第一个 不是医生出身的 世卫总干事 同时呢 他也是同时兼任 就是担任过卫生部长 和外交部长的这个世卫总干事 所以呢 就是他在这方面呢 特别是在卫生外交这方面呢 很有经验 好的 那么您认为 在他这个就任世卫总干事之后 会给这个组织 以及这个全球的健康的治理工作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泰德罗斯他在这个 包括他在竞选前的演说中 还有竞选后的这个 记者招待会上 他就发布了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愿景 我觉得最主要一个 就是在所谓重中之重的议题呢 就是说他要推动全民健康覆盖 就是使得人人享有健康保健 即使在像非洲这样的 比较贫穷的国家 也要推进全民健康覆盖 这是他的中中之重 当然另外他也对 比如说推进妇女熬童的健康 在气候变化 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方面 还有就是推动 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 使他变得更加透明 更加有能够问责 这方面都取得进展 好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个新的总干事一当选 也就意味着现年69岁的 世卫组织的现任的总干事 陈峰富珍 也就是即将要卸任了 那么他已经执掌 这个世卫组织长达十年之久 那么在这十年间 陈峰富珍都创造了什么样的成绩 或者说留下了些什么呢 陈峰富珍我们知道 他是像您刚才说的 他是担任世卫总干事十年 显然是在这个世卫的历史上 有留下了他的印记 他的这个我们说如果是他留下的这个遗产 可能是我应该觉得是都是好坏参半吧 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 而且也比较能干的 世界卫生的世界卫生界的领袖 他也能够非常能够凝聚共事 所以这个会员这些国家都大部分我想都比较喜欢他 因为这个也可以从世界卫生大会上 很多的发言里面都对他提出了这个保养有加的 这方面可得看得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在这个应对西非这个埃博拉病毒爆发方面 世卫的反应非常令人不满意 而且在推动世卫改革方面 好像他作为世卫的总干事 也是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参半的一个遗产 可以这么说 我们知道这个陈锋复珍在本次世卫大会上发言的时候 他也说就是承认确实对世卫组织 对埃博拉病毒的反应是很缓慢的 那么我们看另一方面 就是台湾此次无法出席这个世卫大会 那么也是这个台湾近八年来 首次没有获得世卫组织的邀请 那么台湾此前都是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与会 那么对此这个台美中三方的代表 也都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部长陈时中 就对此表达了不满 他说在这个世卫大会的殿堂里 应该是要谈医疗人权而不是政治 那么这个美国的卫生与公共福部部长普莱斯 在世卫大会上更是发言 表示说这个疾病是不分国界的 台湾不应该被这个世卫组织排除在外 而中国呢 这个出席此次世卫大会的这个代表团的团长 也就是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李斌 是将台湾无法出席本次大会的这个责任 归咎到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的身上 他表示是这个民进党自己给自己在设置障碍 那么您认为台湾此次 未能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 出席世卫大会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个新任总干事就职以后 台湾在这个世卫组织中活动的空间 或者说出席世卫大会的这个前景 是否会迎来转机呢 我们如果看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作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实际上是联岸这个关系改善的一个产物 2009年就是在马英九成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他就是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 那中国也是大陆也是投桃暴力 这样呢台湾就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观察员 这个呢是被认为台湾参与就是 这个世界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实际上是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就是大陆他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以一个中国 就是双方特别是台方 承认这个九二共识作为基础的 那后来就是新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上台之后呢 实际上说去年开始这个问题就开始已经显现出来了 因为当时就是新的领导人呢就是他就是在这个 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还有九二共识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暧昧模糊 那这样的话大陆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就是说 有相对的警告了因为这个邀请函很晚才发到 那就是我想是可能大陆当时抱着观其言听其言的态度 来看下面会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就是我想就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台湾 他就没有收到邀请函参与这个思维大会的这个事情 但是我看总体上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说虽然我们说 卫生问题健康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而且我们说虽然全球化就是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个全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之外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看公平一点看的话 双方似乎在这个问题上都把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 都强调所谓的主权问题 但是大陆可以说因为必须要是主权国才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台湾呢实际上如果看历史的话 民进党他的马英九当时马英九政府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成为观察员的时候呢他们也批评 实际上是马英九把这个台湾的地位给矮化了 因为同意使用中华台北这样的一个词 进入这样一个身份进入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双方都把这个问题给责任化 给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即使这个新的总干事上任以后 台湾可能还要继续为自己在世卫子录中的这个空间去打拼 那么好了我们就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 欢迎我们黄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探讨 谢谢 谢谢 四是美国护肤品公司欧莱雅的研发部门的研究人员 也是欧莱雅公司有色皮肤女性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想要发明适合所有女性皮肤的化妆品 美国之音VOA卫视全面改版 星期二到星期六 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 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 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 时事大家谈 洞察中国焦点 偷袭社会现实 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 焦点对话 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 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 VOA卫视周末专辑 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 解密时刻 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 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YouTube网页 同时直播VOA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 与主持人交流 向来宾提问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美国国际书展昨天在纽约开幕 海峡两岸都有出版界代表团参与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著纽约记者方斌张珍一起去书展 看一看 各位观众 我现在就在昨天刚刚开幕的美国国际书展 它就在纽约的贾维兹国际会议中心 国际书展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际出版业的一个商业活动 但是也被当作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战场 那么今年的美国国际书展中 华文图书的一个特点之一 就是台湾出版业首次派出了一支规模较大的代表团 前来参与 这次是因为由我们台北市出版公会组织来 然后台北市公会目前是在台湾算一个最大团体 然后我们的会员有大概1600多家出版社 我们希望把我们台湾本土的创作艺术往外输出 因为一般来讲台湾来讲这早期都是输入比较多 从国外买本钱回来制作比较多 那现在我们希望把台湾本身的出版品往国外行销 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 大陆在香港把一个书店 铜锣湾书店给镇压了 从此以后好像那个香港那个政治艺书籍的市场就没有了 那也有人说是会往台湾发展 不晓得您这方面有些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铜锣湾都没错 像你们大家应该信息都比较更通顺 其实没错 它目前是有计划 有计划说希望在台湾来把那个东西移到台湾去 可是原则上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证实 证实它是希望说明点下半年 可是它的营业场所应该是在南部 不是在北部 则在本次国际书展的2000多个摊位中 很容易看到中国大陆官方派出的各个代表团 其中最大的要属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摊位 在显著的位置摆放着国家主席习近平 十种不同文字版本的著作 北京出版代表团摊位上面则突出了胡耀邦的传记和大国外交 另外在海外饱受争议的孔子学院也有介绍自己书籍的摊位 但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事件之后 中文意义政治书籍的海外市场基本被打垮 总部在纽约的明镜出版集团 今年首次不再派人参与国际书展 代表政治意义作家群体的独立中文笔会也没有参与 不过民进出版集团的总裁何平表示 这不是更黑暗 而是更光明的一天 因为网络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得新兴的自媒体 发挥了更强大的传播功能 美国之音方斌张珍 纽约报道 好的 美有很多种色彩 可是有些女性发现她们的美 被护肤品行业不恰当地表述了 布兰达阿迪斯想要结束这种情况 她是美国护肤品公司欧莱雅的研发部门的研究人员 也是欧莱雅公司在新泽西的有色皮肤女性实验室的负责人 她想发明适合所有女性皮肤的化妆品 那么有关情情 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能够成为科研工作者我感到很幸运 因为要想拥有美貌 就得先学习如何获得美貌的知识 科学是实现美貌的核心 我在一个很有趣的海地移民社区长大 海地家庭的孩子要么成为医生 要么成为护士 反正是和医疗有关的职业 我在1999年加入欧莱雅 最初是负责睫毛膏的研究 这是学习化妆品行业 以及进一步从事这个行业的很好的机会 一直以来 有色皮肤的女性 很难找到适合她们的打底化妆品 比如粉底 我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女性 不再面临这种问题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 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胆面对 并且讨论出我们自己的策略 要想搞明白涂在皮肤上的颜色 我们基本上依靠相机 这个相机并不拍照 而是告诉我们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转化成颜色和皮肤的颜色 我们有机会周游美国 到不同地区 甚至是南非地区 收集肤色样本 从而确保我们可以做出 适合很大一部分肤色的化妆品 在评测肤色和理解化妆品的颜色方面 最让我们恍然大悟的一个瞬间就是 女性的皮肤不一定是越来越暗的 而是越来越深的 所以我们发现你可以用一种 叫做深蓝的特殊着色剂 这是一种非常干净 生动 明亮 丰富的颜色 来让你的肤色更深 在肤色更深的同时 你可以保持肤色的自然 我们的确有种满足感 成就感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找到了让很多女性正在寻找的 可以让她们看起来更自然的方法 如果我被困在荒岛上 我需要唇膏 我需要我的嘴唇处于美丽 并且湿润的保护层下 这是我的选择 如果这世界上有什么 是我不能放弃的 那就是唇膏 能够让我微笑的 就是我能让别人的脸上出现微笑 当我联系 并且听到来自女顾客的反馈的时候 当我得知我们的产品 是如何积极影响他人的时候 这就是我每天起床的动力 促使我工作的动力 是一天中让我感觉最美好的东西 美国的学校现在已经放假了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迁徙世代 正在出门找工作 过去两个月来 已经有数百万新大学毕业生 进入了就业市场 美国之音的记者 见证了美国各地四所大学的毕业典礼 并与毕业生们交谈 请他们谈论对自己 以及国家未来的憧憬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 普雷苏蒂的报道 李李发 孕育李袍 四年横窗之后 终于迎来这一时刻 毕业了 我既兴奋又害怕 非常紧张 毕业典礼发言人 尽力舒缓人们的神经 鼓舞毕业生保持信心 记住这点 没有任何值得你去做的事情 是轻而易举的 勇于想象 不受拘泥 当我们现身服务的时候 我们的民主就处在最佳状态 在全美各地 今年春季有300万大学毕业生 根据事业发展网 careerbuilder.com的数据 他们踏入的交业市场 是十年来最好的 但并不是每个毕业生 都做好了计划 我还没找到工作 去哪里还是个问号 但是我充满希望 最大的可能性是 我不会在我所学的专业 找到工作 就跟90%的毕业生一样 这种乐观情绪 也扩展到对国家未来的看法 丹卡尔上去期间 成了自由大学的 临时学生理发师 如今毕业了 他将借管家里的生意 一家枪店 股价上去了 你还可以看到 就业率上去了 美国的活力 和美国的精神提升了 其他人说 他们步入的世界 跟他们刚开始上大学时 不一样了 我是穆斯林 川普当了总统 随之而来的 有很多恐惧 在德克萨斯大学 一些新科毕业生说 他们一定会改变历史的 德大的校训 是始于这里 改变世界 很多千禧年一代的人 都受到了这样的感召 如今 毕业生们要把大学 培养的乐观精神 和坚定意志发扬下去 踏上新的人生旅途 美国之音记者 布雷苏蒂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请 众一文为您介绍 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 对于六四 蒸蒸几代人 都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 天安门广场上 成千上万的绝世抗议者 高举火炬的明珠女神像 人民大会堂外 请愿的下跪学生 在长安街上 只身阻挡坦克的王维林 但是除了这些集体记忆外 我们每个人 还有自己独特的记忆片段 这些记忆烙印在我们心中 是我们生命历程 永远抹不去的刻痕 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 九点到十点 焦点对话节目 将为您邀请几位嘉宾 来分享他们有关六四的 独特记忆 我们也欢迎您 通过电邮或者评论 来分享您的六四记忆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焦点对话at gmail.com 好的 今天美国观察的 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2 2 2 3 2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